五角大廈機密文件在外洩引發國安風暴 其中還涉及了兩岸軍力評估 華盛頓郵報報導 文件指出 台灣非常容易遭到大陸空襲 不大可能抵擋解放軍的空中優勢 台灣有多項的空防弱點 包括台灣官員懷疑 國內防空系統能否準確偵測飛彈發射 只有約一半的飛機能有效與敵人作戰 而為了應對大陸發射導彈 必須將飛機轉移隱藏 至少需要一週時間 在此之前容易受到對岸的飛彈攻擊 如果和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相比 解放軍將更有機會迅速取得制空權 台灣政府相信這將構成攻擊基礎 我已抵達台島北部護衛隊 鎖定 導彈準備好 射箭 華郵報導 五角大廈批評台灣的飛彈演習 過於照本宣科 可能會使武裝部隊和領導層 對於真實事件毫無準備 反觀解放軍的現代化 作戰節奏加快 以及在靠近台灣的東部戰區 使用民用船隻演習 抖陣削弱美國情報圈偵測異常活動 提前發現攻台準備的能力 而台灣的機會在於登島部隊耗油量大 提供汽油的選擇有限 大陸發動兩氣攻擊等能力將受阻 這將使解放軍在台灣難以站穩腳跟 從而為美國和台灣創造 才早期阻止入侵的機會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這個地方 有我們QR Call 掃描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